年底九合一選舉被視為台灣史上最大規模的選舉 而直轄市議員或縣市議員的選舉 都由於都會驅逐人散居各地 有些選區投票所可能只會有一位選舉人 但也會成為變相記名投票 將違反憲法的秘密投票原則 立委認為應該以集中開票或是改變投票的方式 不過中選會堅決表示 以目前的選罷法第五十七條規定 一定要現場開票 不能將選票移到別的投開票所集中開票 除非修法才有可能 至於投票調整 中選會代理主委強調 過去有集中選票開票的例子 但因為今年受到九合一選舉變革 村里長和縣市議員不能分開投票 若是合併到別的投票所來投票 可能會喪失選舉人原本村里長選舉的投票權利 而且不在即的投票修法未通過之前 只能按照現行的法規來走 他有個困難就是說 如果他移到別的投開票所去的話 有可能他在原來村里長的選舉就會 或者是區長的部分 對 區長應該影響不大 但是村里長的部分會直接受到影響 如果說未來有不在即制度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規劃在裡面 無論是投票或是開票都因為現行的選罷法規定限制 中選會立場堅決 表示只有提出修法 但想要在年底大選完成修法恐怕有難度 記者登用巴扎克立法院採訪報道